收架欲強台 擠爆雙鐵 22萬人向逃難 昨天下午5點40分 從宜蘭南澳登陸的強台杜鵑 夾帶17級以上鋒利 狂風暴雨打亂中秋連假返鄉運輸計劃 台鐵和高鐵昨天上午陸續停駛 傍晚5點後更全面停駛對號車 超過22萬旅客受到影響 是因為這邊的旅客 改搭旗艇丟他運去 大批的收架人潮 塞爆中南部及花東車站 卻沒辦法趕北上回家 就算臨時改搭客運輸運 也是一票難求 大罵回不了家誰負責 天天下最後一天收架嘛 收架嘛 要開什麼班 停機發車 高鐵今天中午12點前全線停駛 台鐵還沒宣布今天可營運的時間 感覺北上像逃難的民眾 聽到雙北市原本宣布 只有上午停班停客 哽氣的大罵 根本趕不回去 周外10點後雙北市才改成 今天全天停班停客 古會市也修飾 動新聞大家都平安 報導